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麒麟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来关心台股 台股今天多头持续发威 尽管鸿海今天股东会大戏登场 股价仅在平盘附近震荡 但在全职股台积电强势大涨 以及金融全职股国泰金 股王大力光同身助阵 推升加全指数 盘中再冲颇段先高 一度冲上1403点 法人指出整体而言 台股持续处在多头格局下 全职股良性轮动 资金也持续点火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产量增加 中国链油活动减少 使市场对全球原油供给过剩的疑虑回之不去 油价出击去年8月以来低点 今年上半年油价累计下跌20% 为了反制手机晶片大厂高通 上个月对台湾四家苹果代工厂提告 苹果扩大诉讼战线 向美国联邦法院递状 主张高通针对每只iPhone手机 收取专利费的授权协议无效 并要求法院终止高通控告 富质康 核硕 伪创 人保等四家台厂的诉讼 经济日报报道 东芝发布声明 东芝记忆体将优先选择 日本产业革新机构与美国私募基金 贝恩资本的美日联盟出售股权 不过鸿海对求取东芝记忆体 不亲眼放弃 据了解在最终定案前 鸿海将以银弹攻势 反垄断 动员国际盟友等三大策略 游说日方力求逆转生 知名航空服务调查机构 SkyTress公司 20号在法国巴黎航空展 举行2017年全球航空公司大奖颁奖 长榮航空再度获得五星级航空公司的荣誉 排名也从去年的第八名 略升为第六名 并拿下最佳机舱清洁 最佳商务舱服务用品第一名 新唐人亚太电视 周密报道 玉龙今年股东会 董事长严凯泰说 台湾车市维持去年水准 更多信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来看到汽车大厂玉龙年度股东会 除了今年车市展望 外界聚焦 玉龙旗下自由品牌Logstrand 在中国市场亏损连连 对此 董事长严凯泰说 今年还要推新车款 也要强化跟合资对象东风的沟通 久未露面的玉龙董事长严凯泰 出席年度股东会 今年台湾车市展望 严凯泰给出一个定型丸 2017年台湾车辆销售 有望维持去年43万台的水准 展望2017年在各车厂持续推出 新车款以及胎旧换新的政策 持续下 台湾车市渴望 应维持去年的水准 景气看起来还不错 油价还持续在低 然后旧换新的后税补助金额 效果还是有 所以确保40万台以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还是自由品牌Luxian 在中国的发展 玉龙与东风合资成立的东风玉龙 连续三年亏损 2016年